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刚才出门的时候 为什么要换衣服啊 想和你穿得像一点呗 那叫什么装来着 修媚装 你再想想 这没有什么别的装饰一样的 想不到 你转过来呗 看镜头 看镜头 笑一个 你干吗 你这是第一次坐摩天轮 开心点 又不高兴啊 我没不高兴 我就长这样 我简直是个摄影天才 拍得太好了 给你看一下 不给你看到 我自己私藏了 脸都看不见 你的拍照技术跟你的学习一样的 真是不会两天啊 你会 咱家在那边 看见没有 在那个方向 等着 对 听说在摩天轮最高点接吻 就会永远在一起 最高点不过就是一瞬间 那你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是最高点 你靠近一点 我告诉你 我自己在这边 我自己在这边 你会不会是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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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do the dream Hope peace comes true You You know I lose you All I need is you You know I lose you You know I lose you All I love is you And no one can replace you To the end All I love is you You know I lose you You know I lose you You know I lose you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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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我们将迎来两位踢馆嘉宾 男女各一位 在之后的节目中 踢馆嘉宾将会轮流和三位意境嘉宾进行约会 三轮约会结束过后 将由其心仪的嘉宾决定其去留 如果踢馆成功 踢馆嘉宾将顶替原有的配对嘉宾入住烹然小鱼 接下来 踢馆嘉宾将向自己首轮想要的约会对象 发送邀请函进行约会邀请 被选择的嘉宾需要配合踢馆嘉宾完成本次约会 不可拒绝 踢馆嘉宾怎么还没到啊 别化了 再化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 我化妆是为了跟踢馆嘉宾约会 你怎么把西装给穿上了 灵斌啊 怎么可能 只要有减营的人都会选我好不好 毕竟我身上有点这么多 走着瞧 你知道有踢馆嘉宾这回事吗 不知道 因为节目开始拍摄之后 我就没有再参与策划 估计是他们根据我们约会的情况 做出新的调整吧 不知道 踢馆嘉宾会不会把我踢走 不会 我这么无聊没有人会选我的 我也这么觉得 不是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的意思是说我也很无聊 不是 不对不对 不是 我家这个也字 我 我家这个也字 我的意思是说 我很无聊 你很有趣 对 你很有趣的 没事 没事 没人选我们 也挺好的 这样 我们两个还能继续一起约会吗 对 如何 不许臣 前悄悄哀 莺悄悄悄悄者 你这是个叉好吗 别把我笑死 来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被选择的人 你这不也是个茬儿啊 你懂什么 真正的猎势 往往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好男人从来不会主动送上门 需要女人主动狙击 好好好 作为一个优秀的男人 我就等着女嘉宾主动狙击 白日做梦 谢谢 谢谢 谁呀 秀若 想我没 律师 我跟你说啊 我可是特意选了你的啊 你怎么来了 你们俩录节目这么好玩的事情 我肯定得参与一下呀 你就别再来添乱了好吗 我这怎么算添乱呢 不算吧 阿德总